翻譯 歡迎收看大師大我來講 今天是9月13號 禮拜三 今天台股是小漲 漲了八點 那等于是没涨啦 那说老师 这盘怎么看 就看伪创 那说老师 那为什么就看伪创 为什么不看广达 为什么不看广宝科 就看伪创嘛 对不对 那伪创高档下来修正了32% 在这边足底可不可以成功嘛 就看伪创 对不对 你看那个广达修正才20% 大家就受不了了 是不是这么说 然后你说老师 技嘉修正也很多 技嘉高档修正下来不到30% 修正还是没有伪创多啊 那你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看那个有量有价的股票 你像今天又没有量 伪盘又攻不上去 所以说也是蛮可惜的 昨天拉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撑了五分钟 五分钟就下来 所以今天指数一定是开高走低 没有量 那为什么就看伪创 因为这两天 我们不要算今天 这两三天外资就低档在抄底 在抄底还蛮伪创的 那当然你会说老师 那是因为投信在卖 那投信在卖是因为ETF 要转换持股的关系 所以应该他也不属于什么高股息 所以被替换掉 那这股票有人接有人买的过程中 你要去看到底是谁接手 谁接手了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说 那接下来大概什么样的情况 有机会 你像今天这个大盘盘中站上月线 然后又打下来 尾盘又没站上 可是有点可惜 也是有点可惜 就是没有量 所以你要搞清楚状况 因为为什么我会直接跟你讲说 看哪支股票 不是告诉你说那支可以买 就是说那个 除了说你观察你自己的股票之外 如果说你要看大盘的话 你就观察这个 因为他的筹码够多 那如果真的上涨或是下跌的话 真的也会带动人气 这就是你观盘指标 那早上我们有看到那个iPhone15出来 那真的是叫好 那真的吗 是好烂还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去接啦 就像昨天我就在亏说 我们那个巴西来的蛋 都是喷过蜡 好像手机镀了膜 就人家食药署就说 我们有去检查 没有看到有镀膜的痕迹 这到底搞什么啊 到底谁在说谎啊 对不对 喷了蜡之后 还可以再放四个月 放四年算了啦 你觉得你们明年会继续执政嘛 这根本可以放四年了 他们不是超师耶 这家公司叫超师耶 他不是叫超师耶 应该叫超扯 扯蛋的扯啊 好好加油吧 你吃的蛋你自己要看清楚啊 看这些人有多坏 你自己要加油啦 那今天涨八点而已啊 指数还是很弱啦 我讲的都是事实啦 指数今天还是很弱 可惜还是没有量 所以他上工一定没有力道的 那今天苹果新机已经出来了 聊无心意啦 那明天就看台积电怎么出席 那聊无心意而且高价不亲民 当然他会跟你讲说 我那个Pro版的什么是钛金属 那一般的呢 普通版呢 你自己去拿出来看 你从iPhone11拿到今天的iPhone15 几乎都一样 有啦 听说今年的iPhone15没有刘海了 除了这个以外几乎都一样啊 那规格状况里面几乎都一模一样啊 你看一下人家华为 我觉得那真的是中国人之光 那个才叫做创新 那个才叫做突破 而且突破别人的封锁 真的很赞 我觉得真的很赞 那是一个肯定的问题啦 不到你觉得怎么样 那今天强势股是申权 申权这个 听说MCEU要涨了 所以你这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种股票长久没有涨 低档除完拉跟长虹 那就看今天是谁下去买的 是短线客还是说有波段行情启动 那1522是提威西 就是大涨 大涨是车用领主件 车用领主件就是提威西耿鼎跟东洋嘛 东洋这已经涨很多天了 今天还是创新高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种股票涨是很合理的 因为短线上面 AI这些股票没动嘛 对不对 但是你要去了解哦 这个车用领主件 他们这样上来 你要去看嘛 大陆这边水灾那么严重 有些车子要修什么的 有的没有的 当然这些东西要用到 你看最 很久我没很久没讲的那个吉茂 吉茂今天也拉上来啊 也是足底完啊 你车用领主件缺那么多 你要水箱吧 对不对 你不要告诉我水灾以后那个车子都是好的 水箱会坏掉 然后他们吉茂这家公司是日本人的公司 他在墨西哥要增加生产线 他把特斯拉的订单全部吃掉 特斯拉也是跟他拿货 所以像这种公司是长线的好公司 你要特别注意 那刚刚我讲一半 申权这种公司开始上来 你要注意哦 有些低价的IC设计股有机会上来的 所以我会跟你讲说 明天要锁定可能是IC设计股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些股票有戏啦 那今天强势另外一档强势股是三富 三富这家公司哦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我讲什么 不要在那边都断章取緣 不管他几块涨上来的 你要去看哦 他这波的高点是188 听说涨了10倍 涨了10倍之后188跌到98 他的修正幅度是48% 那我前两天的节目就跟你讲了 只要高档下来修正了40%以上 你就要看他会不会足底 他如果有机会足底的话 这有可能他就随时会反攻 你看昨天他还破底 今天他就拉涨停板 今天他盘中就拉涨停板 那你就要看是不是 听清楚哦 是不是高档这边卖的人在这边做回补 我没有告诉你说三富可不可以买 我只是告诉你说 他超跌了嘛对不对 他修正完毕嘛对不对 那跌幅超过40%之后 之后公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 而且营收获利都有上来的情况下 在这边修正超过40%的股票 有机会先足底 看他反弹的力道 那你现在就要看筹码 现在在看筹码 所以你要搞清楚我在讲什么 好 你像昨天 昨天在非凡 非凡 我看了一下 他说也在讲那个2486的一拳 因为他请的是专家 他请工研院 讲述工研院的技术 他现在工研院有一个新的技术 像便是水冷系统 那他是要授权谁 授权一拳 授权一拳去生产 所以一拳今天一开盘就拉涨停板了 这一开盘就锁了 因为有些东西是科技业才知道的东西 就像那个专家 他又讲了另外一个 对不对 他在讲另外一个 一个半导体工研院发展的 新的 利用原子下去电镀 电镀在那个 电镀在那个半导体设备上面 这个突破所有 目前所有那个设备厂 高端设计 国外的那个设备厂的那个计数 他是全世界第一名的计数 他电镀的最最为均匀 那这是什么计数 这是工研院的计数 所以他要寄转给谁 他寄转给谁 有可能就是这一家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只是在之前投讯买了野套 可是你要去注意 如果寄转给他 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进展 你像一拳 大家 他已经电视上直接讲 一讲完开完就涨你满了 开完就涨你满了 你根本买不到 鎖2万多张 鎖10万张你也买不到 因为很多东西是科技业的东西 我们今天都不知道 消息出来的时候 来不及了 已经锁了 为什么第一档你不买 为什么第一档我在买的时候 你在笑我 我会跟你讲为什么 对不对 其貌我就说啊 你车子卖的这么好 对不对 不管是电动车 一般汽车 那你卖那么好 都不用水箱吗 人家业绩上来了 10月份的业绩会更好 9月份还没有 10月份的业绩会更好 因为他墨西哥的新厂 开始启用了嘛 对不对 他福特的订单 美系车厂的订单 福特订单 跟特斯拉订单 全吃啊 这有专利的 那水箱都是有专利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 有些公司他目前没有涨 不是代表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像今天他也是跌嘛 这要找机会买 找机会买 这种股票好公司 你要找机会买 那如果公园院记转的是他 因为目前你看到 有那种见度技术的台厂 只有他 你要去注意哦 你不能等说公园院跟他签了约 然后谈好授权金多少的时候 你才要进来买 那时股票已经可能涨一倍了 涨两倍了 你买不到的 别傻了 对不对 搞不好比科桥更强啊 是不是 现在很多的投资朋友在问说 啊老师啊你有没有那柯桥第二啊 什么什么什么 有些产业面的东西你要去了解 你才会知道说接下来你要布局什么 那你知道产业面的东西你下去布局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要等 这没有什么问题 无庸置疑的 没有什么 买股票每天都涨停板 那就是 撒B在骗撒B嘛 撒A骗撒B啦 那不知道你是撒A还是撒B 那你自己要去分辨清楚 那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